狱树不倒 青海长青 灾后的狱树现在如何 灾后的人民现在好吗 在葛桑花盛范高原的最美季节里 一只特殊的慰问队飞往狱树灾区 开始了他们的爱与希望之旅 我们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的一个设置组 来到了美丽的三江之园青海的玉树 现在我们就是在海拔3900米的玉树八堂机场 向您问好 此时此刻我们这个特别节目设置组 一行几十人刚刚走下飞机 抬头就是身手可触的蓝天白云 远眺就是美丽的青山和大草原 然而想想看就在今年的4月14号 大地震打破了这里的宁静和谐 也让玉树这个名字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在接下来的一天时间里 五位艺术家和五位主持人将分成四个小分队 分别去往玉树机场 方舱医院 孤儿学校 以及受灾群众安置点进行慰问 走进玉树设置组 将用特别的方式给他们带去问候和祝福 我们这个小分队啊 这些成员呢 我们今天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呢 是玉树县的赛马场 这是玉树镇后最大的一个灾民安置点 就是曾经一度有藏族同胞在那里 三万多人在那里生活 那现在地震呢 已经过去大概五个多月了 我们现在就一起去探访一下 看那里的藏族同胞生活是怎样的 走咱上车吧 听着财人淡舟的讲述 我们想象着将要去的扎西哥赛马场的情景 不知道那里的藏族同胞们生活的怎样 如果不是因为地震 这个季节正是赛马场举行一年一度赛马节的时候 听小丹州说 每年赛马节 整个草原安营扎寨着上千顶帐篷 而如今 正后的扎西哥赛马场 搭满了蓝色的救灾帐篷 那里成为规模最大的受灾群众安置点 大家好 这是我们的赛马场 526户 836户 6人安置在咱们这个赛马场这个设计 打扰了 那小朋友多大了 三岁了 这是一家人住的这个地方 一家人住的 男主任您在这里住这个住的还习惯吗 嗯 这都是你这一二住都是 三岁非常舒服 嗯 非常舒服 非常适应 嗯 那现在这个生活用品还都挺齐全的 这是吧 三岁就是这个梅下来我 没机灾 没机灾 在这儿陪坐 没机灾 在这儿呢 临时搭建的帐篷小家 虽然不大 但却充满了温馨 充满了笑声 414地震发生后 为了尽快让受灾群众有家可住 当地干部仅仅用了五个小时 就搭建起了191顶帐篷 如今这个曾经简陋的帐篷社区 已经拥有了临时的门枕 小学教室 商店 有五百多名村民 依然生活在这里 你上了几年级了 二年级三班 二年级三班 现在放暑假了吗 是 有哪位同学会表演节目 那你表演一个什么节目 去唱个歌吗 来 唱唱歌 唱唱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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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